大家好 華哥 我們上一集就將一些驗車的小提示跟大家講過 不過裡面還會包括了排氣、煞車和頭燈 你今集是否都會講一下 是的 排氣方面 我又會根據運輸署的排放標準 1992年之後的車一樣化碳要0.5% 高台速要0.3% Lambda要1勝負0.03% 那煞車是怎樣呢 煞車方面總效能要50%以上 手制效能要16%以上 那頭燈方面呢 頭燈方面我們會用大燈檢測器 去檢測大燈最光點會否在左邊 如果偏了右邊的話 其實就不合格的 因為對頭車會在我們的右邊 平面洗來就會產生危險 還有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改裝了LED燈 又或者再改裝了加火牛的HRD 都是不合格的 那就要留意 還要留意一件事就是DVD機 很多時如果播出片 都是不合格的 還有車主會加裝了LED燈在外面 如果我們檢驗的時候 如果它穿著都是不行的 我們今集就有講到排氣煞車 還有頭燈 下一集就會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車身玻璃和車牌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Bye Bye 講了這麼多驗車的知識 車主記得要上中國平安保險 香港官方網站 買一份適合自己的汽車保險 那就安心了